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重金屬 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氣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順色 健波能量活水氣 生命之源、健康之存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 歡迎各位收聽今集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Carmen 又是我和元醫生為你們主持今集的節目 元醫生你好 Carmen你好 大家好 我們最近有收到一位聽眾的來信 他叫Derek 他想請教一下醫生 可以怎樣醫治菲茲呢 醫生有沒有什麼意見可以給他呢 其實菲茲很多人都有 那菲茲也是有一種我們叫做 抛蠢病毒有關的 那當然除了菲茲之外 有些人就會生那些我們叫做 那些唇瘡 那些 cold sore 那也有很多這些 有些人就會生那些 抛蠢 發現什麼呢 或者有一種叫做 mononeucleosis 那這些全都是跟這個 Ebsen Bough disease 和這個所謂 herpes virus 抛蠢有關的 其實呢 可以這麼說呢 很多这类的病都是因为这类的抛唇 在美国来说,这个数据是美国的资料 他就说有成3000万的美国人有这类的问题 这类的问题,包括非资在内 很多时候人们都发现和饮食习惯很大关系 在美国印第安拿大学的医学员 有位教授Richard S. Griffin 在这方面做过很多研究 他发现食物与这类的抛唇非资是很大关系 如果你食物有问题,就很容易引发它 在1950年代,他已经做了很多中间的食物 以及我们的抛唇关系 食物里面有一种叫做胺基酸 即是蛋白质的一种成分 胺基酸有两类的胺基酸 一类叫做Arginine Arginine就是精胺酸 另一类叫做Lycin 叫做奶胺酸 这两种是一种食物的蛋白质 里面的一种基本的元素 他发现Arginine就会引发你 这种病毒会成长的 Lycin就会减低和控制抛唇的病毒 他做了一系列的研究 他差不多做了20年这方面的研究 他想想,如果我用食物的方法来饿 即是不要让抛唇的病毒 吃这些Arginine 含有Arginine的食物 那会不会减低它呢? 当然,他最简单的研究 他就用Arginine的胺基酸 即是一种用500mg 一天吃四次 500mg 500mg 一天四次复用 差不多是2000mg 同时他就限制Lycin 即是奶胺酸那类的食物 他发现五个里面有三个人 即时爆发这些抛唇 即时爆发的 其中有一个实验者 他通常知道抛唇 通常会在唇方面比较多些 是的 他发现用2000mg Arginine的刺激之下 他直接在眼中爆发 黏膜 另外有一个参与的女生 他就爆发到成口都有 即是爆得很厉害 他只不过是进食了这个Arginine 一晚即是第二晚 第二天就立即爆发 即是吃了一天的份量 如果我要吃这个份量 即是500mg 14.2000mg 其实这个份量是等于多少食物呢 什么食物可以拿到这么高的份量呢 其实你只需要2盐 花生或者巧克力就可以了 即是如果有些人对这种食物有问题 2盐很少 其实原因不是那个热气或者不热气 原因是那种成分 那个Arginine的成分 即是很明显 巧克力和花生 Arginine的成分量比较高 即是第二天就爆发出来 好了 那如果呢 同时呢 他是吃一些拉鲜多的 含有拉鲜多的食物 那譬如呢 牛奶 黄豆 soya beans 肉类 包括牛 就是牛 或者猪都好 那这种情况之下 那个抛腎就可以 即时可以受到控制 那其实你不用吃很多 譬如牛奶不需要喝太多的 那原来在我们的动物资料里面 很多时候呢 我们都加了很多这类的 拉鲜 这些胺基酸 那样的 那所以呢 即是很明显 如果我们经常 譬如有飞滋啊 或者唇瘡啊 抛衬啊 或者甚至乎呢 那个所谓的生蛇啊 这些这样的 那有时候呢 都是跟这种食物有关 那就是最多人 经常爆的呢 多数都是一是飞滋 或者是那个唇瘡 是啊 那大家要留意这一类的食物 那哪一类的食物呢 是会那个阿尊尼 和那个拉鲜的比例呢 阿尊尼是特别高的呢 嗯 而拉鲜是特别少的呢 那通常呢 那通常呢 是Nuts 譬如那个杏仁啦 阿尔文斯啦 巴西果仁啦 Casules啦 腰广啦 嗯 西苏鱼就是孙子啦 是 还有花生 是想起所谓的花生啦 还有Pecan Pecan是美洲生核桃 就是一种核桃的 核桃是圆的 Pecan是比较长形少少的 嗯 那核桃啦 Walnuts啦 巧克力啦 巧克力 是 就是製造的那些 啫喱那种的成分 那 还有呢 如果是 其他呢 就是 嗯 Coconut 椰子啦 巴黎啦 大麦啦 粟米啦 就是粟米啦 我记得我自己呢 过去呢 有时候我吃的粟米呢 吃了之后呢 有时候呢 有些肺脂一粒 在肺脂那里会很痛的 粟米喔 粟米也会的 我自己也有这个 有这个情况的 那但是呢 看着多少啦 如果你吃少少 即未必一定有的 我记忆中有时候也会有的 那Oaks啦 就是燕蜜啦 那包括就薏啦 小蜜啦 薏菌啊 Glutin啊 这些面羹类啦 Pasa啦 Pasa始终都是小蜜做的啦 嗯 还有Brussels Sprouts 这类的食物呢 都是有机会的 那就是呢 如果我们听众呢 是发觉呢 他自己经常会生肺脂啊 或者有有唇瘡啊 拋尘啊 那这样呢 就要留意一下 就是我曾经所说的食物啦 就是 Almond啦 Brasil Nuts啦 Casus啦 Hazel Nuts啦 Peanuts啦 Pecan啦 Walnut Chocolate Gelatin 或者椰子啦 巴黎啦 Coin Oaks Wheat Plaster Brussels Sprouts 那这样的椰子油也是啦 是吧 通常很多时候呢 就未必是油的 因为油呢 就不是一种蛋白质来的 嗯 那通常呢 譬如你说有些人对牛奶敏感 或者对那个 对那个椰子 那种 通常蛋白质那部分呢 就未必是对牛油敏感的 因为牛油是一种油 不是那个 amino acid 是 那就比较上呢 就是 会出现的 但是有些人说呢 其实有些人 经常吃Nuts啦 都未必会爆的 那当然啦 始终都是 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的 譬如有些人说呢 吃盐呢 就会令到你血压高 但是不是过得了 是 有些人呢 对盐呢 就不会刺激他的高血压的 所以始终都是啦 如果你是 有这个 经常有肺脂啊 抛诊啊 这类的问题呢 你自己留意一下 会不会刚才我们以上说的那些食物呢 是你经常很喜欢吃的 那如果是的话呢 你就可以试一下 在这方面呢 减一减 减了之后呢 很可能呢 各个问题呢 就会 即是会改善得到的 但如果没有 即是经常吃 医生刚才所说的食物 都常常有肺脂呢 因为我自己就是 常常有肺脂的 但是没有吃Nuts 那些的 那就是有可能 其他因素啦 即是还有其他因素 有很多其他因素 OK 那当然了 非知是一个身体的病毒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 那个 抛诊 抛诊病毒 有一个HERPES virus 的病毒 似乎你的身体那个状态 譬如有些人呢 在驚奇尼的时候呢 就会容易爆发啦 是 因为驚奇尼呢 驚奇是一种压力来的 那所以如果驚奇尼出现的时候呢 那你身体那个免疫能力 比较差一点的时候呢 那你都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那当然啦 如果你是 就是可能 因为你这种食物呢 那你尽量要避免这种食物啦 那当然啦 如果有些人 但是跟这个食物无关呢 那也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啦 或者有其他的方法呢 就可以呢 就帮你减轻 就是这种的 那其实 不是那么难 是不是 就是要做到这个方法 不是那么难的 那当然呢 也都有一些人呢 就 有些人喜欢吃那个 那当然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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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要留意一下 有什么食物可以帮你控制得好些呢 除了有些食物会引发之外 也有些食物会帮你控制得好些 海大 另外有两个在加州 有个Berkeley实验室大学里面 有两位研究人员 曾经在试馆里面做这些实验 他将一种八种不同的海带 在Red Algae Family 在这一类的八种不同的海带 放入试馆里面 这些试馆里面有培养一些人体的细胞 受了抛认一型感染 或者这种会导致抛认或者唇瘡 还有抛认二型的 就是Herpes Virus 就是那种所谓的性器官爆发的病毒 他发现用了这些海带加进去之后 这种病毒的散播 是即时减低50% 是 好了 接着这两位科学家 就先将人体的细胞 先接触这些海带 那些抽取液 接着再加两个小时之后 再加这些病毒的病菌 发现这些病毒是完全没有办法生存的 那就是百分之一百 是可以即时控制到它 那就是如果你是有这种可能性 那就是记住了可以用海带 多方面的不同的Series 是可以帮你减低这种抛认或者飞肢爆发的机会 或者有些人就经常都会有些抛认二型的 即是很痛的 就是出现那时候 那就是挺辛苦的 那我知道呢 有一种生蛇 老人家多数都会有的 基本上起码一半80岁的老人家 都会有那种生蛇的机会 那这个当然是跟我们身体的免疫能力有关的 那年纪一路老化的时候 那我们身体的免疫抵抗力一定相应会减低 那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都会老人家很容易 一半80岁的老人家 都已经有有就是会生过这些所谓生蛇的 那其中五个percent呢 是过了之后呢 连痛都很厉害的 我遇过有一个病人在很久 在我当时我在加拿大行医呢 我遇到一个病人呢 他是生那些singles 他生在那个眼上面的 他说他痛到呢 所有的西药都控制不了的 那他直接跟我说呢 他正想自杀 他痛到正想自杀的 那结果就来到我的诊所呢 我当时我好像用同类疗法呢 是帮助他控制得很好 是 好了 那当然啦 如果出现这个情况之下呢 那在 那大家可以考虑呢 用拉线 用那个500mg的拉线呢 那就两粒 即是1000mg 每日三至四次 可以帮助到多少 ok 那就是除了海带 其他就是牛奶和肉类的 是吗 是啦 那这类呢 就比较拉线呢 就比较高一点的 那就是 起码呢 如果你有这种倾向呢 第一呢 就是减低些nus nus那方面 减低巧克力 减低gelatin ok 那食物方面呢 就吃多些海带 是不是 那这个 就是我觉得是比较 是健康方面 比较 就是用食疗方面 可以考虑用这个方法先的 是 那可能是我平时的较少 进食肉类 那如果海带 有没有说生食 正熟食 可以保留这种物 其实都没有什么 其实都没有什么关系 没有什么关系 生熟之间没有关系了 那好了 那你曾经都说了 那你自己也有这个 有这个肺脂的困扰 那你又不是吃很多nus的 那就是你看一下 就是有没有 有没有其他的引发的可能性 那就是除了食物敏感 包括我刚才所说的那些 也有时候呢 是维他命缺乏的 尤其是B12 是啊 个个都是这样的 是啊 但我有吃过啊 是啊 那就是一个 有相关的 嗯 也有时候呢 身体的酸减的状态 也有过分酸性 嗯 那所以有些人呢 吃那些 嗯 酸性的生果 吃得多呢 那都会有时候 会爆发出来的 嗯 也都可能呢 有时候咬 咬了 咬了 那也都有一个可能性呢 是身体中自身免疫的问题的 就是自身免疫的问题的 就是自身免疫的问题的 就是身体 不知道为什么呢 就是有这个 有这个 就是自己免疫能力 是失调了之后呢 是出现了这个问题的 嗯 那好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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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那 就是 在废库里面 任何地方都可以的 是 就是 生在你 嘴唇边 或者是上岳 那 那其实是很痛的 那最近也有些 小朋友呢 就是那些手口足病 是 那手口足病 那就是 通常呢 就是小肯仔不肯吃东西 那很多时候呢 就会发现 pressing 你突然之间不肯吃东西 不肯喝奶 那你都会怀疑它会不会有三菲姿呢 当然如果菲姿生得很厉害的 接着你看它手脚都有一些水泡出现 可能这个手口触病 最近我都有机会在我诊所里都开始遇到这些病人 它有成家学校都很多爆发 爆发都很厉害的 结果我在它的课程中用同类疗法 同类疗法我用了水银那种mercury saw 两三个月之内它就立即舒服了 当然西方面可能用止痛药 我也有些人是可以用那些伤氧水浪厚的 就是你用那些肉食用的伤氧水 那你外面买到那些通常是外用的 就不适合于这样用的 如果你买到那些食用的 食物公司用很多伤氧水用来漂白的 我们白云猪手啊 很多这些这样的凤爪啊 这些金白痴呢 其实是用伤氧水漂的 那当然伤氧水呢 亦都是一种消毒的 就是安全有效的消毒 那很多时候呢 伤氧水是用来消毒我们的食品那些器皿的 就是没装之前呢 就加一些伤氧水在这里 那我也都可以用这个伤氧水呢 就是食用的伤氧水呢 稀释之下呢 就可以作为浪厚用的 好了 那食物方面呢 我们有些什么好做呢 要减那些酸性的食物呢 尤其就是酸化身体 就是糖分 是 sugar 有时呢 是金属类的食物呢 柠檬啊 橙啊 kiwi啊 有些人都会有的 是 放这边的juice 那 除了巧克力 曾经所说呢 那也有些食物呢 是含有咖啡因的 是 譬如有些人喝酒咖啡之后 喝了浓茶之后呢 也都会有的 那这种食物呢 就要割一下它了 那当然有发作的时候呢 食物方面呢 吃点 就是不要吃点 那么硬的食物啦 吃点 就是软一点的食物啦 如果发现真的痛得太厉害的时候呢 那有时喝水呢 可能用那些 用饮管用啦 有些人觉得很痛啊 有些人觉得很痛啊 有些人经过舌头啊 那就可以叫他呢 用那个 用那些饮管来到饮食物 那有时呢 用冰啦 含一下冰啊 就是有时 减低的痛楚 手上不是那么多工具的时候呢 就可以用这种方法的 好了 还有什么工具呢 我们可以用一下益菌 因为始终呢 我们都强调啦 我们身体的食道里面呢 是有80% 我们那个 那个淋巴结 淋巴系统呢 都是我们那个 整条食道里面的 那就是很明显呢 我们身体的免疫能力呢 跟我们的食道 那个环境健康 是很大关系的 那有些什么 可以将我们的食道环境改善呢 就是益菌 就是我们在平时呢 我们可以用多益菌 或者是有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呢 都可以用多益菌的 那但是也有时要小心一点 我曾经说 我曾经说 曾经大家说过啦 有些人 牛奶里面的 阿尘尼呢 那个拉纤比较高一点啦 但是也有些人呢 是对乳类的食物呢 都是敏感的 那就是如果发生这些问题呢 那你都要不要进食这类的食物啦 譬如芝士呀 牛奶呀 雪糕这方面要减它啦 好了 那还有一种就是热露素了 热露素的食品 那有时我有些热露素呢 整个都是那种powder来的 那我可以用这个呢 就直接呢 就是开水喝啊 或者来到吞服啦 那这个Colofill那种工具 那也都有时有些人用叶酸 用400或者800的 microgram的叶酸 一日三次来到就是慢慢地咬碎它 来到含含液酸 那那有些人用叶酸 那有些人用叶酸 那有些人用叶酸 和维他命的那个 就是那个Colotene 那个胡萝卜素啦 那我们吃A的成分呢 差不多是5000个国际单位啦 维他命A啦 或者25000的那个胡萝卜素的那个单位 那一日两次就吃一个星期 那但是如果你是怀孕啦 的小心的时候 或者你有肝有问题的人呢 那那个维他命A的进食量的方面呢 就要小心一点啦 就是不要吃得太过多 那另外一个工具呢 就是维他命B杂 那B杂多少呢 大概25个Mg 每一种B杂 那再加多那个B12 我曾经所说的 B12是其中一个可能性的 那还有呢 就是用buffer的维他命C buffer的意思就是 就是维他命C的 Ascorbic acid比较酸的 那如果有些人就这样 直接吃维他命C Ascorbic acid 可能都会刺激他不舒服的 那所以要吃一些buffer 就是有一种 就是有一种 就是没有那么容易 就是不 加过一些物质 令到那个酸性是减低 或者我叫Bioflavonoid 这一类的 那就是可以用这个 那当然呢 就是不要有些 就是有些 维他命C有些加糖的 尽量有些不要用加糖的 好了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含那些芯片 那芯片是可以 就是帮助你那个 伤口复原得快一点 那也都会提升你那个免疫能力 那所以呢 那一个礼拜里面 三天啦 就是假日假日地吃啦 那就吃芯片 大概15到20mg 那一天两次 那就是假日吃啦 那就可以用它 用足它两个星期的 那但是有些人呢 吃星呢 可能会刺激那个胃啦 那时候呢 有这个问题呢 就吃星片的时候呢 最好就是 就是吃饭的时候吃啦 不要空肚吃啦 那就有些情况之下呢 可以加上铜的Copper 你可以平衡那个星 和那个Copper 这两方面的平衡的 那这个是我们的所谓叫做 营养的补充剂方面去处理啦 那在草药方面呢 我们可以用芦菇汁啦 是吧 就是我知道芦菇是处理那个炎症 发炎 伤口啊 那食用一些呢 就是喝芦菇 或者含芦菇 因为含它几次 有时 当你有肥脂的时候呢 含芦菇是有很大帮助的 那当然呢 加强免疫的草药呢 有什么呢 有紫椎花啦 Ekenesia啦 还有那个 那个 北美黄年啦 Golden Seal 北美黄年 那通常呢 那个 那个紫椎花 和北美黄年呢 通常呢 那些配方呢 都在一起的了 就是加上下去的了 那通常呢 Ekenesia 会更多一点啦 250-500mg 那就是那个紫椎花啦 那北美黄年呢 通常150-300mg 那很多时候呢 就会帮助那个身体的肥脂呢 是加速复养 那一天呢 就吃它三次 那就吃它一个星期左右 是 那也都有的时候呢 如果你玩到北美黄年 那个Capsule 那你就直接呢 可以打开来呢 就是直接 就是敷在那个肥脂那里 是 或者呢 就可以来到开水去喝的 那 还有一个工具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 Liquorice 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甘草了 那甘草和中 亦都是 消炎的 那有时呢 甘草 甘草根 甘草叶 做出来的那些葱茶 可以来到 用来朗后啦 以及甘草根本身呢 也都有 抗 抗病毒 抗 抗细菌的功效的 那如果大家有机会用到呢 都可以用甘草茶 甘草金 那也都有一个方法呢 就是那个 那个风胶了 风胶 风胶 风胶丸 那也都会帮助那个 对付这些感染呢 还有 帮助那个 治療得快一点的 好了 那最后呢 就是用那个 茶包 是不是 用一些黑 黑茶包 这些 Tanic Acid 会帮你收 收干它 好了 同类疗法里面呢 有很多很多疗剂 最常用就是 Nedmur 最常用的 那个疗剂是 Nedmur的 就用来做浪口也有帮助的 那 这些是我们可以 就是一般可以 就是可以 用来治疗 也都用来做预防的方法来的 那好吧 那我们今 这一节讲到这里为止先 我们现在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再谈过啦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 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 及个人用品 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 2882-4848 网址 3个W多 H E A L T H S H O P .com.h K 自然疗法与你这个节目 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赞助 欢迎大家回来 第二节的自然疗法与你 那好啊 袁医生啊 刚才其实呢 那封来讯呢 听众还有第二条问题的哦 那他就问了 如何可以治疗哮喘呢 那在哮喘方面 我们有没有什么保健方法 或者食疗呢 是吧 那在自然医疗里面呢 当然呢 我们也有很多研究 是发现呢 我们的哮喘是怎样 可以用什么的天然工具呢 去处理它 那大家 如果大家认识哮喘 或者自己有哮喘 都知道了 哮喘呢 通常呢 是一种气管突然之间收缩啦 是 令到你呼吸啦 令到你喘得很辛苦呢 有时候呢 好像这些人呢 就好像窒息那种感觉的 是 那也都今时今日呢 也都有人呢 是死在哮喘的 那大家都明白 都都都认识 我们一个很出名的歌星啦 邓黎君啦 是 那他就是一种 长期的哮喘的患者 那结果呢 他都是死在哮喘的 那也都有一位很出名的赛车手啦 那也都在上海的时候呢 就是参赛的时候呢 都是就是有哮喘发作 在死在酒店的 那就是说呢 哮喘呢 其实是可以致命的 那我跟大家都有 可能也有大家跟大家提及呢 是哮喘本身呢 是过去哮喘 认识哮喘 之前呢 以前呢 哮喘其实不是一个致命的病的 那但是到70年代呢 开始有人发现那些人死在哮喘的 那其实是为何呢 就是因为我用那些梯药关系 因为很多时候呢 那些梯药病人呢 当他紧急的时候呢 他就是就不断的喷喘那些梯药 那梯药的副作用呢 是令到他的那个气管那些痰呢 是结到硬化了 就是本来是一种液体的痰 可以吐出来 或者可以切出来 那因为用这些化学药 在西藥治疗之下, 这些痰痰变得很硬的, 直接要拔它出来 其实很多酵喘病人就不是死在酵喘, 是死在西藥的副作用 大乃军的故事也是, 他当时也很紧急, 慢慢拍, 慢慢拍 所以在70年代, 我们发现了酵喘患者开始死 亦都开始发现, 他死在西藥的副作用之下 有一段时间, 很多人都开始减用西藥, 你知道了 接着没多久, 西藥就有新的药出现, 这些问题已经控制了, 不用怕了 那些人又用回西藥了, 但问题是, 其实在自然界, 我们很多科研 是以证实, 我们有很多其他很有效的烤转方法 好了, 烤转的成因都挺多的, 什么导致烤转呢? 有时, 食物或饮品方面, 比如饮品里面含有阿榴王的收获 那些附加剂, 这个在饮品里面经常都有的 那有时, 环境的敏感物质 譬如有時候有些人對新圖的那些wall paint 也有些人對香水 或者對除臭的物質 空氣清新劑 也有些人對煙 或者對死氣 汽車的死氣 或者電油 也有些人對菊類 粉末、木碎、柴油 甚至乎蓉粉 很多清潔劑 在廚房裡 家裡有很多清潔劑 其實很多這些物質 都會導致酵喘 也有些沙蟲藥 毛、花粉 很多時候 我們家裡的冷氣槽 冷氣機 是會引發的 也有些人在劇力運動之下 他會哮喘 也有時候 我們空氣裡的濕度的改變 變得太乾、太濕 或者有時候 有些人會突然間接觸到 一些很冷的空氣 或者很熱的空氣 或者情緒的壓力 或者其他的壓力 這些都可以引發到 這個酵喘 當然一般人 習慣上都是用西藥 但始終我正所說 西藥本身都是自必不自本得來 有很多副作用 那些人會導致死亡 好了 第一 我們要了解 什麼引發 例如食物方面 或者環境方面 有一種食物 已經發現很多人 對這類食物敏感 就是乳類的食物 就是牛奶、芝士、雪糕 在以色列有些研究人員 就做過一系列的研究 他將22位酵喘的患者 被他割了牛乳類的食物 牛奶和牛乳類的食物 發現22位的患者 15位是即時改善的 酵喘的狀態是即時改善的 15位的病者 如果你即時用乳類的食物 其中15位的有5位 即時出現很嚴重的酵喘發作 如果他們戒了這類食物 呼吸方面立即舒服了很多 令他們對西藥的藥物需求 也會減低 也會減低他們進入醫院的機會 即食物方面 就是牛乳類的食物 這是第一名的 在以色列做一系列的研究 第二種食物 我最近吃了很多植物油 Poly Unsaturated Oil 因為現在很多美國的 心臟協會 就開始吹噓植物油的好處 甚至乎叫人 每天進食四湯匙的植物油 所以發現過分進食這些植物油 包括粟米油 葵花子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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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腋黃豆 Sunflower 葵花子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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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情況 所謂Poly Unsaturated 葵花子油 葵花子油 都會引發 原来如果你不加维他命D 这些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 过量用之下大量 就像你所说 四汤羹 就像四汤羹也好 都会导致我们身体肺组织 是会破坏这些肺组织里面的细胞 是 那也都很多情况之下 如果在那些空气污染的地方 在大市 就是在市区里面的空气污染 那发现很多时候 我们的红血球的细胞 会在我们血管里面 慢慢地塞在一起 就是会聚织在这里 那导致我们身体的血液流畅 出现问题 那导致我们养分的输送 出现问题 那所以呢 第二种食物 大家要留意 就是这些所谓外面 政府食物里面 经常推药的植物油 其实所有的植物油 其实都是很危险的 是尽量不要用这种油 那跟大家说过 如果要煮的油 安全的油 就是什么呢 就是 Coconut Oil 椰子油 和 就是橄榄油 甚至乎 最近的知识发现 就算你用的猪油 都比 都可以的 这个问题 就不用担心 蛋黄醇的 蛋黄醇的问题 背后呢 是反而糖分 那些淀粉质 那些grain 是导致 就不是脂肪的起因 那葡萄籽油呢 都不是这么稳定的 也不是这么稳定的 你也说了 Gray Seed 是吧 Gray Seed Oil 比较上 都比 都好些 都好些 但是都不是用来煮的 就是要煮的油呢 都是椰子油 和那个 那个 但根本又不是 可以受到高温的吗 就是受不了高温 它受到 都是受到的 就是它不是 当然 高温 就是烧到起火 那么解释 什么油都不好 但是它内液的能力都强的 但是椰子油就更加强了 是 那你说那个 Gray Seed Oil 就没那么强的 那所以如果要用呢 那当然最强的是猪油 猪油的那个 那个 那个 内液的能力更强的 好了 那 还有些对 我们的烤喘的患者有问题的呢 就是我们那个 微精 MSG 这种 那还有呢 很多食物里面的 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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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剂 的 Preserve 就收快了 是 收快了 那也都很多时候呢 我们会加在我们的那些光果那里 嗯 就是我外面有时候那些人呢 喜欢吃光果 那发现呢 原来光果呢 是喷很多硫黄的 嗯 所以喷就是 所以硫黄呢 就是喷收快 那就是一般那些硫黄分过分过的 其实用收快去分的 就不是用那些硫黄本身的 那所以光果方面都有 有时候那些酒呢 还有那个餐厅里面那些沙律 因为呢 这些硫黄噴过呢 是会帮助收 那个那些 山菜呢 是没有那么容易变色的 嗯 就是感觉上呢 保持脆 好像 好像 好像新鲜一点的 那所以在我们的健康店呢 有很多健康店里面呢 就用那些光果呢 都是用风干的那些 是吧 最近最近自己做过很多 在我们的健康店都可以买的 就是这样用很简单的风干的方法呢 就不要加这些这样的保鲜 保鲜剂 比如说是保鲜剂收快 那也就是色素 食物色素 是一种黄的食物色素 就是Tarchicin 是 就是黄的 就是color yellow dye number 5 这个这个 这个的色素 那都会有出现 会引发这些哮喘的 那当然啦 有些人去 去中国就是 就是茶餐厅 中国餐厅 很多时候呢 都会加很多这类的食物 那当然有些人呢 又会叫它 酒味精啊 那样的 那但其实有时候 只是酒味精都不够 因为很多时候 它用那些鸡粉的 那其实鸡粉呢 其实呢 在那个成分里面呢 也都加了 那已经有了 那有时候要很小心的 那就 其实很多食质里面呢 其实你说什么都好 它们都不会真的不会跟的 跟不到那么足的 那所以如果你是有机会的话呢 尽量呢 是在家里吃吧 是吧 那自己煮的食物呢 是会已经安全过 在外面餐厅茶楼吃的食物的 但现在很多住家都用鸡粉的哦 现在的鸡粉 写说自己没有味精的哦 它可能那时候呢 它自己都未必一定 它可能有其他东西啦 是的 就是那种其他的调味品呢 它一定会有其他的途径 是加下去的 那所以呢 这方面呢 大家要留意啦 那大家也知道啦 那些盐料的食物的 那个掩饰的那些物质呢 会导致鸡粉仔呢 是过度活跃啦 那这方面的资料也都很多的 那就是总之呢 就是那些食物 在市场买的 超市买的食物呢 是挤在柜上挤得很久的那些呢 大家都知道呢 为什么它会挤得那么久呢 其实主要因素呢 它真的很多 就是那些防腐剂啊 食物保鲜剂 那些化学东西加了下去的 好了 那除了这方面呢 还有一种呢 就是我们曾经也都在 德国Heidelberg University 在德国那里呢 有个Children's Clinic 一个那些儿科的诊所里面呢 那有一位医生呢 Dr. Wahn Wahn 就做过一系列的研究了 那他发现呢 如果一些食物仔 喝一些蜜糖水 他就加了一些花粉的 是 那你也知道了 那你也知道了 花粉 在蜜糖里面 也一定是有花粉 是 很难没有的 那有季节性的花粉呢 会减轻患那些所谓的 那些花粉热的机会 是 那他这个研究呢 就用了70个小朋友 有花粉热的 以及有些相关的烤喘 每天在花粉季节的时候 每一个星期喝三天 发现大部分在进行实验期间 喝些花粉蜜糖 发现他们的症状是减轻了很多 另外一个工具可以帮助烤喘 就是红椒粉 你知道红椒粉会很辣口 有些人吃了之后会整个鼻子流鼻水 很明显会帮他们化痰 将我们的黏液减低 做一种叫红椒粉 有些时候我们可以试一下 每天在冲果汁喝 即是用苹果汁 用苹果汁里面加一茶匙的 开水喝 也帮我们化痰 令到我们的气管是更加开 黏液就没有那么黏稠 会令我们的呼吸系统好些 有些时候遇到急需求的时候 我们可以试试用这个方法 我和大家过去都分享过 Dr.Bakman Jelly用什么用来喝水 有时很多时候 小婶子敲转是半夜生间的 有些什么可以做 很多时候就走去急症室 其实不需要的 先连喝三杯滚水 如果家里有糖果汁 成年人当然肯喝 小婶子未必肯喝的 起码就让他喝滚水 即时喝三杯滚水 用叶毛巾敷 或者是闻蒸气 即时可以控制得到 可以避免走入急症室 其实急症室 你只能等一餐死的 又不能有什么可以做的 不是很多可以做的 那喝蜜糖水 蜜糖水这个做法 就不是即时的 你要长期用它一段长的时间 是保健的 好了 那在西草方面 也有很多这方面的工具 最主要就是那个 有叫毛绒花 是毛绒花 毛绒花 毛绒花 也有一种 纷衣草 大家都知道 其他草茶 都有包括 还有那个安树 Eucalyptus 也有一个荷 叫做荷康 荷康是虎薄荷 叫虎薄荷 也有个Lungwort Lungwort是地衣 还有Puracy root是金缝花 这些是一种草茶包 你会发现很多茶包公司 就会将这几种的成分 Alacampi和Ephedra 这些西草茶药 就会混合作为一种茶包 也都可以用得到的 所以这些是我们叫做民间的医疗 就是蜜糖 Cayenne pepper Chili pepper 也都可以的 好了 另外一些研究 就是大家都听过Linus Paulin 它是拿过两个诺贝尔酱的得主 其中一个是化学 第二个是和平酱 它发现什么维他命C 都可以帮助我们 输减我们的烤喘 其中有三个研究 首先噴一些 Histamine 噴霧剂 Fax的那些粉 或者那些纺绍品 里面的那些塵 令到你烤喘 发作 然后进食维他命C500mg 发现在这种控制情况之下 发作的程度会减低 在耶路大学 也都将六位健康的男性男士 就用一种一种药物 Methicolin 这种药物是会收紧你气管的 也都减低你那个 那个气管 那个呼吸的能力的 那可以减低你 大概可以减低它 大概40%的 那跟着呢 就要他们进食1000mg维他命C 就是在他未曾用这种药 来到收缩气管之前 就一个小时 之前就吃了维他命C1000mg 他发现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算吃了这些 血管收集的发酵药 他的气量是只减低到9%的 本来是减低了成40%的 那因为吃了维他命C100mg 他这种药物的收缩气管的能力 是只有9% 可以这么说 是4倍的改善 那就是维他命C 也都是一种 即是即时可以改变得到的 那就是如果有 如果大家可能出现这个问题 那可以如果家里有维他命C 就是大量服食一下维他命C 好了 那另外一个研究 就是在非洲Nigeria 那一个双重蚌脏 是Double Blind Study 就是双重蚌脏意思就是说 那个病人和医生 都不知道他在用什么药 或者接受什么药 那这个是一个我们叫做 Gold Standard 来的 黄金的标准来的 那他做什么呢 是14个星期里面 在一个 在一个就是落雨的季节里面 那就是特别多酵喘的 那他发现呢 他就将41位的 Nigeria的病人里面 22位就用了1000的Mg 维他命C 那还有19位呢 就是给一些相似的安慰药 其实是没有任何营养成分的 那发现呢 进食维他命C的人呢 他们那个酵喘的那个发作率呢 是只是比较那些 所谓没有食药的那些 安慰对照组呢 是只是四分之一 那么多而已 那么就算发作得好呢 都是没有那么严重的 那其中呢 就有13位吃着维他命C的人呢 在14个星期里面呢 是完全没有发作过的 那但是呢 是跟着呢 是停止了吃维他命C的 那8个星期里面呢 他们呢 都起码发作过一次的 那就是很明显的看到 吃着维他命C的那段时间呢 发作是减少了很多的 当他一停止了吃维他命C呢 他又发作了一个酵喘的 好了 另外在南非呢 有一个6个月的研究呢 是用了10个10位白种的儿童 白人来的了 今次 那么他也都有这个问题 那他用什么呢 也是用那个维他命C 100个mg 每日吃100个mg 那么呢 在这个服食期间呢 他们呢 没有一个人呢 是出现过严重的酵喘的发作 但是他整体那个肺的功能呢 和那个免疫能力呢 都是从而是改善了的 OK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维他命C的工具 好了 第二个的维他命呢 就是维他命B6的paradoxin 那发现呢 有些人呢 是对维他命的需要呢 是特别多的 就是不是一般的 那我们叫做一个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就是可能身臣代謝的缺陷 那变成呢 在这些人里面呢 你高剂量的维他命C呢 是可以 直接可以当一种 一种药物的方法呢 去医病的 那在纽约呢 有五个医生呢 其中一半呢 就会给他 B6呢 就100mg的B6呢 就用两粒 那而其他那一半 对照组呢 是用一些安慰药 就是用假药的 那样 那当然呢 那个病人和医生呢 都不知道是病人在用着 或者他自己在服食着什么药的 是 一个月之后呢 发现呢 其实两组的人呢 是没有什么大分别的 在一个月里面 但跟着呢 第二个月开始呢 用着B6的病人呢 他敲转发作呢 是减少了 次数减少了 还有呢 他呼吸的一个困难呢 V成啊 咳呢 都慢慢是越来越少的 那 到 这个 这两组的分别呢 是第二个和第五个月之间呢 是发现了呢 是那个效果 是越来越明显的 那 也都知道呢 就 维他命B6呢 是可以减低 这个结论很简单 就是很清晰 维他命B6呢 是可以减低 严重的烤喘的发作呢 是完全是没有副作用的 那 而相对用那个 那个肋固醇的方面 这种的东西呢 通常呢 是用来控制那个 那个 那个烤喘的 副作用很多 包括呢 就会抽筋 那个白内障 那个 所谓的 青光硬 还有那个 那个 那个 和很多这些精神方面的症状 那你曾经说 那维他命D B6 好像很高 100mg 吃两粒 那有另外一个研究呢 发现呢 就 那个分量减到 减一半呢 都一样有效的 是 用50mg 一至两次呢 一样可以减低 那个 发作的那个次数 频密 和那个时间 和那个严重性 那另外一位医生呢 是 在 Dr. Robert Reynolds 一个美国的 那个 Agriculture Department 的一个 生物 生化学的博士 那他发现呢 他说呢 吃这些 就是吃着维他命D6 的人里面 那个患者里面 是全部都可以减轻了的 那当然呢 也都同样的发现呢 那个改善呢 就是第一个月是看不出的 那就是说呢 如果大家用营养的处理方法呢 记住呢 那个食的份量呢 要拖长它 就不要呢 就是太过短的 就是第一个月呢 未必看到 但是你坚持下去呢 那其实 50mg呢 其实是很普遍的 就是很多人都有机会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不是吃单一只就OK呢 就是不用需要其他维他命去辅助吗 那始终做科研呢 很多时候呢 他就会单独 是单独去做的 那也都是导致呢 我们很多时候呢 我们发现呢 很多时候的科研呢 就认为呢 是营养治疗呢 是没有什么效果 但其实不是的 嗯 你看看现在我们所说 是说维他命C单独 维他命B6是单独 是 那其实很多时候呢 都是用 就是符合回一般的科研的 步骤的程序 那些程序 但是很多时候呢 当然呢 其实很多很多因素 就是我们的 为什么我们处理的方法呢 我说自然界的处理工具 其实很多的 那反而呢 在药物方面呢 就是没有那么多的 那很多人有一种错觉 经常都以为呢 西医是有科学根据 而自然医疗呢 是科学根据是很少的 其实是刚刚相反的 是 自然医疗的资料呢 那个科研呢 是很多很多的 是 反而呢 是药物的科研呢 是全是药厂自己供应的 其实呢 好的那些呢 它就用不好呢 它就不用的 那大家都不了解到呢 其实整个药物的 就是受那个批 就是所谓 在那个批准的过程里面呢 其实呢 是完全是由药厂控制的 不是一个一个独立的第三者 来到监管之下 来到批准的 那只要那个药物公司 可能做过十个研究 其中呢 七个呢 是负面的 三个是正面 它只需要将三个正面 交交给药物食物管理局呢 它就可以得到approval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荒谬的 但是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背后发生的什么事的 那也都解释到 就是我们用了那么多钱 在科研所谓的 在医疗方面呢 我们始终呢 是病人越来越多 越来越轻化 还有呢 医疗的费用不断的膨胀 那好了 那简单来说呢 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了 如果在食疗方面呢 我们可以吃一些食物呢 会帮助我们控制烤喘的 那譬如哪些食物呢 我们可以用 譬如用蒜头 拿个蒜头 在盘那里 是mash了它 刮一下它 这样 这样把它倒进去大蒜头 就是把海盐放入那个 那个 那个 通常用些木的器皿 我看到有人做的 是 是 是 拿一些木的木碗 木兜 那先刮大蒜 加上柳橘子 然后就放海盐进去 然后就把蔬菜 用辣椒 用辣椒 辣椒 白萝卜仔 红柿 牛油果 红椒 红椒 切成了红椒 红椒 红椒 木树芽菜 再放些什么呢 再放些新鲜榨的柠檬汁 再放些橄榄油 再放些四分之一 茶间的红椒粉 加上柠檬汁 如果你是用这个方法 这个就是你最好的治疗 控制酵犬的食物 这是一个食谱 是这个 我先跟大家分享 重心在食物方面 治疗酵犬的工具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 但是时间关系 我只是和大家在食物方面 着重食物去如何控制 那好吧 那今集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 那刚才袁医生介绍的食谱 我们或者看看可不可以放上讨论区 给大家看一看 那另外如果听众有什么想留言 欢迎去到我们圆网台的讨论区 那好吧 今集节目时间够了 各位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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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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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